哎呦 打得不错嘛 再来一句啊 不行 马上十点了 月月该叫我回家了 女生就是麻烦 规矩多得很 我知道男朋友 一直有个关系很好的 异性兄弟 黑泽 哎 月月 不是说等我回家的吗 你怎么来了 难得休息嘛 就过来陪你 妈 早啊 早啊 给你们买个水 谢谢早啊 咨询不对 来 我叫你 而她 好像对我有些抵意 哎 我跟你说啊 我昨天新学了个干啥 今天你们一个都不是酒啊 喂 月月 等会儿记得来接我下班 你再去抄 女生就是矫情 下班小人姐 那我 没事宝贝 你工作那么辛苦 接你去应该的 我马上过来 哎 黑泽 快下雨了 你要不先送我吧 你不会重色亲友吧 可是 来 月月 逛装置也不着急 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你们先随便吃点 饭马上好 哎 黑泽 你的新家装的 还挺温馨的啊 女生就会搞这些 形式主理的东西 哎 这装作是干嘛的 啊 月子 做得还蛮精致的 哎 花里胡哨的有什么搞蛋 你懂什么啊 你们都是我跟黑泽的回忆 明明就很容易 嘶 更饿死了 哎 黑泽 什么时候开饭 别忘了对爱腾气排过啊 没 来来 国外游戏啊 说话一样排在公主吧啊 说话咱俩怎么办 包就包呗 又是男的怕什么啊 玩不起啊 来来来 开牌开牌 哎 黑泽跟佳佳爱 来吧 这样 还好 诶 月月 你还是个游戏而已 你不会当真了吧 我还就当真了 一天到晚在男人身边乱晃 借着好兄弟的名义 肆意接近我对象的男生 毫无底线可言 还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绿的莲花 你 哎 你能不能管管你女朋友啊 就这家小事也值得生气啊 怎么不至于啊 我们已经忍你很久了 你平时不够我女朋友的电话 我今天只会做不难 你自己打这会儿就 哎 怎么没有糖醋排骨啊 这就适合你啊 又酸又菜又多余 原来在你眼里 越比我们这些玩了几年的朋友 还重要是吧 不 不是他们 只有你 还要以后别人没事找事了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我们走 你这次真的过了 就是 做事没个度